文创产业新闻报导奖得奖名单今天揭晓 在电视新闻报导类的部分呢 中天新闻团队荣获三项的奖项 是得奖最多的新闻台 天电视 庄玉珍 陆耀东 郭旺树 得奖的作品是文创的力量 中天新闻制作的文创产业专题 一举拿下三座奖项 是所有新闻台当中得奖最多的 弯过如株连般的景平藤蔓 答案才知晓 一股清新茶香扑鼻而来 赋予传统产业新生命 历史超过一百年的老茶行 外观古色古香 但所卖的产品却是所在时代间端 我们是想要把很多城市里面 很多已经老的店或是老的乡村 他们现在都在改造 有不一样的灵魂跟不一样的风貌 然后我们把它做一个文创专题 中丽记者肖香 姚富 嘉兴 欧奇 宾临 郑华等人 制作了专题 从传统与创新的角度切入 一间茶行演变成茶街的文创社区 营造首发 2008年四位资神歌手组成纵舞管线 一年时间唱片大江南北 而另一个得奖作品 更是重现了华能音乐的进取帝国 记者陈文正 肖志光的深入报导 重现珍贵的历史意义资料 获得评审青睐 因为台湾一直是我们华语流行音乐的中心 那可是近几年却好像这个地位有点动摇 那我们做这个专题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能够借有一些观察与探讨 能重现我们所谓金曲帝国这个光荣 黄色的光线透过挑高天井的雕花玻璃 洒落在两座直达屋顶的藏书塔 让破旧了老房屋重生 详细记录文创产业符合时代变迁的过程 由庄玉珍 陆耀东 郭望树所制作的文创的力量 使观众得以死骨望金 也同样获得评审的肯定 中年新闻让观众认识传统产业的新面貌 也总是呈现了百年文化的全新创意 中年新闻李嘉欣 李冠志台北采光报道